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 Talk 有朋友問我 如果你要投資資息進步的時候 除了聽Billy巴拉 Talk 之外 有沒有什麼書籍值值得推介 之前有網友問過 我片段式也有提及過 今天就盡量集在一起 抽幾本書給大家 第一本 第二本就是 Jeremy Segal 寫的兩本書 已經升上層枱 Amazon 賣得很貴 Stock for the Long Run 又或者另一本叫Future for Investors 這個不是一個投資的巨人 不是像Warn Buffett 是一個學者 他讀了200年的股市和不同的股票 找出究竟哪些是會跑贏 而且是長期跑贏 這個媽媽是女人的道理 現在也有很多人說 可以說是最有名的 你可以說是頭幾位提出 而且是最有名的那位 他就說 In general 一間earning 穩定 而且不斷地派息的公司 假如你將它的 以古代息不斷地去買入那隻股票 所以最近的股價也大跌 在那個股票當中 股價就會下跌 但它派息會不變 所以你繼續以古代息 到它沒有真正的價值 回報就推高了 它那個道理 其實是媽媽是女人 不過我仍然鼓勵 你去看她的書 以至到她所說的概念 能夠沉澱在 我們那個盧海之中 甚至乎成為一種 很自然的表露 有好有不好 就像我這樣 我未看她的書 很多投資或是買東西的習慣 已經是由小到大都形成了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覺得我便宜 怪的各方面 可能也是的 當你自然流露到的時候 到你真正去買東西的時候 投資的時候 你不需要過份辛苦 在你自己的人生當中 抽離一部份去看 你可以很快去看 究竟什麼是值得投資 什麼是過季 各方面 什麼公司有可能性 等等等等 這個情況就好像 你相信耶穌那樣 每人都知道耶穌愛你 你要愛主 如何衛生 但不是每個人都 真正從心裡買入 而且在生活當中 慢慢流露 以至到你遇到一些機會 或者所謂的Crisis的時候 你懂得如何迎辨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這個就要靠你 如何被神的說話 你很容易化 一種道理 說得衰些 這些書或者各方面 如果你覺得道理是真的時候 其實衰些 就要被他洗腦 如果你想再進一步 深入了解 如何去做分析計算的時候 這個是我 MASA IN FINANCE 甚至乎 MINI MBA Program 都會讀的一般 就說投行 投行那麼深 我又不入投行 不需要 即是我想入 但入不到 那些 我也是想 即是我考慮過入 但也是入不到的 否則你真的 那些小鮮肉 又聰明目目的 那些 很難的 Anyway 這本書 Investment Banking 副題是Variation Lavage Buyout And Merge And Acquisitions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的 其中一件 Amazon也有賣63元 Taxbook來講算便宜 因為他頭三個 是講 不同 或者最主要的 三種分析的方法 投行怎麼用來做Variation 我覺得個人來講 你可能做小一點 但是我自己都做到Variation 還有他圖文並謀 又做例子 不是那些數學科學怪人 才能夠追蹤到 後面那四個 總共只有七個 他後面那四個 就主要講 投行那些 Merchant Acquisition 以至到你 第一能夠知己之比 八千八成 第二 其實收購合併 在現在這個年代 是非常之普遍 你這間公司 不是Organic Growth 就需要來收購合併 所以都學到不少的東西 以至要你看到一單收購的時候 通常股價都會有少少的下跌 通常沒有公司 你如果懂得盡快去價值 那間子公司 來價值 究竟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有沒有一些 能夠提供合併出來 對你預先買入公司 在Under Value 有好的幫助 那如Diador的話 當然你會扔貨 第三本書 很多人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或者是看經濟的新聞的時候 就會用一個陰謀論 來講政府 那個政府都是壞的 大家一起去困人民 甚至乎疫苗 都是夾在一起賺水的 那些債券發行 尤其是最近 退市 QE 也是崑水 甚至乎 更糟糕的 就是整個世界 都是被羅富齊的家族操控 無論是美國的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 或者是 我覺得這些陰謀論 挺個人的 你都可以馬上看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要相信 這是另一回事 這本書就是白藍克 白蘭奇 現在再前屆 的聯儲局主席 他寫這個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這本書可以給你一個 大概的 framework 究竟歷史上最近的 發生源的金融海嘯 究竟成因各方面是甚麼 同一時間 他講到聯儲局 是當時和之後所做的 例如QE這些情況 如何去改變 救回市場 究竟將來有甚麼 關心 以及為何 聯儲局做的一些 監控措施 新增下去 能夠令到市場 趨向穩定 如何去處理 將來如果發生的 這本書 這本書也有一個 很容易明白的 一個 解釋 在當中 變成 我們能夠 相對來說 是從一個政府 但是從一個 金融專載的角度 來看整件事 不單止是道頂圖說 或者是陰謀論 你看完這幾本書之後 你就有一個 概念上 能夠知道 有甚麼股票是 好些 到大爆炸的時候 你不會被人 真的 踢走了 或者是 震出去 但是同一時間 你會知道 有甚麼機會 值得去把握 同時 你自己有個底 就是 你自己也懂得 去做 或者至少明白 有些人 所謂的專家 去說 這隻股票 股值是甚麼 你大概知道 他在說甚麼 發生了甚麼 用甚麼方法 去計算 同一時間 知道政府 投資 正義求精 而且 另一方面 你可能是 媽媽和女人的道理 可能是 幾套扮褲 我經常跟人說 甚至跟Mini說 我實際上 都只有幾套扮褲 但問題是 我運用得好 的時候 投資回額 就會好一點 雖然也不保證 希望幫助大家 大家可以 試試看 這本書 或者是 Amazon Order 這些書 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最後再一次 恭祝大家 新年快樂 台縣廣盡 讚多些